这几年台湾吹起的青年返乡风潮 为许多地方带来产业整形效应 其中不乏相当具有创意的构想 在宜兰有一个年轻人 透过从校在菜市场长大的经验 返乡后除了务农还带团参观菜市场 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菜市场 由什么值得参观 又该如何将导览菜市场变成一门生意 一起看看在宜兰的少年阿公怎么做 竹沙上衣搭配西装裤 加上橘色塑胶拖鞋 这款阿公装是方子为工作时的标准配备 我全身上下这个在菜市场都找得到 市场其实是一个连接世界各地生活文化 你直接可以的连接点 三十六岁的方子为 有个少年阿公的称号 他的工作很特别 要用为了 招牌的东西 毛巾在整 越在地越国际 所以很多人 其实外公人想要看是我们在地的生活 只是我们有办法把自己的生活 跟他们分享出去 所以我们先去市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之后 然后等一下再一起去火车站接客人过来 好 那出发了 从妈妈开的店出发 方子为从小在菜市场长大 阿公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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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市场有哪些摊家有开 然后哪些题材可以介绍 长大返乡后 他将逛菜市场变成一门特别的导览生意 早安 早安 前凡打过招呼 与客户会合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分发导览机 其实各位应该都有去过故宫博物馆 就是逛博物馆的时候 没有 我平时就没去 没关系 我们逛市场就等于跟故宫逛一样的意思 我觉得一望我们的导览会比较偏向 也许一个大声工开始放松出去 大家都听得到 那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之中 当一堆二三十个人挤在同一个摊位 其实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干扰 因为毕竟人家做生意 导览机是很重要的一个 因为就只有你听得到我的声音 不会这样去干扰到其他人 为了提升菜逛赤场的品质 谁帮他准备这个 好 那你带一人我们先发一组 等一下试看看声音会不会听不到这样子 除了导览的硬体设备 语言能力也很重要 我讲英文可以吗 两位法国的朋友 可以 还是有中英穿插还是 会不会比较顺 我们还要去跟外国人接待 说些语言的能力 台语的能力 英文的能力 日文的能力等等 有吗 你可以讲中文还可以 我们有个间接班 是 那麻烦你不好意思 其实以前宜蘭叫宜蘭街 那后来呢 为什么叫宜蘭市 跟后面的火车站息息相关 好 当宜蘭火车通车的时候 这里写吉兰还是日文 逛市场之前 先介绍宜蘭发展过程 刚刚跟马兰意思是什么 它今天一个算是一个平原的意思 一个平原的意思 这样子 加巴兰 平原这样 好 OK吗 好 那我们准备出发咯 好 那我们就逛市场吧 好 我们在这里稍微等一下大家 好 各位已经进到我们的南馆市场了 有没有什么很期待 很想看的 什么东西 想喝饮料 好 饮料 大致了解参观者的意象 逛菜市场的行程就此展开 面对五花八门的摊商 导览内容有几个基本元素 这边已经有那排队在等鱼丸了 好 这个很厉害啦 它只要一捞起来就秒杀 所以大家已经在排队了啦 其实现做是这个市场很重要的一个卖点 很亲民 一颗才十块钱 这在台北也找不到啦 这边特别馅料有菜脖壁 萝卜丝啦 那个很多台北人非常爱 好 因为它咸的咸的口味 再来是那个红色的有红豆 那更重要是另外一个叫咸花豆 好 绿豆宜兰没有 咸花豆只有宜兰有 这个也是超贵 但是这边是用艾草做的 艾草怎么那么绿啊 蘑菇 这里面还可以看到艾草的那个 碎末嘛 对不对 没有色素 没有 这边就是 最主要它的颜色啦 艾草 这边也有一些有趣的食材 只有宜兰才有啦 宜兰我们过年的时候会吃这个 主要的原料例如说咸菜 红萝卜跟猪肉 跟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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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地方会用肠子 猪肚都可以啦 那重点是一定要用那个东西叫 薄阿冠 好 葫芦肝 把它给它割起来 这个东西在市场现在目前只剩 它还在现场榜给你看 所以宜兰是米苍对不对 它其实也是宜兰种米的得奖毒素的 而且是有机米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有吃过吗 这不叫香菜吗 不是 这不是香菜 阿嬷说这叫黑鸡菜 黑鸡菜 黑鸡菜 这其实是龙葵 其实是野菜的一种 这是花菜会吗 这个叫做 这叫做 这叫做 这叫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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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菜会顺 那个花椰笋 好 然后A菜嘛 对 这叫做菜 这叫做菜 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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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都煮鱼 炭鸡 炭鸡 炭鸡煮鱼 对 很早的菜 这叫做菜 炭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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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梭在摊上中解说 除了看热闹 方子为还要解析菜市场的门道 这个地图上面有写南北管 更重要的是 其实逛市场最好玩的时候 是在任何节庆的时候 其中对市场来讲 什么节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好 除了过年对不对 过年大家已经经验过了 七月半 对 七月半 没错 七月半的那个普渡的时候 是这个市场 你要看它的经济好不好 这个在地人在吃什么买什么 最繁华的时候 正是这个时候 宜兰市场是宜兰地区最大的传统市场 中间被道路划分为南北两管 所以这边是被切开了 对 已经被切开了 所以已经看不到了 对 所以切开之后 南边北边 好 那南边长怎样 南边其实是长怎样 好 这个就是当时的入口进来 都是一楼的平房 那后来分别两边改建 好 今年这边40周年左右 对面已经80周年了 隔着马路的两管 截然不同的风格 也是宜兰市场最大的特色 当你到日本的时候 日本的传统市场 其实比较像是这个样子 都在室内 屋檐下 然后招牌统一 都会有一些视觉的意象 相较于充满台湾传统风味的南管 北管呈现的是日本商店街的风貌 这里卖的东西跟南管不一样 这边特别的是 有这条百货街 旁边有草药街 等下右边有糕饼街 是在宜兰还仅存的药草街 清草街 药草街 无论是台式或日式风格 对方子维来说 人 菜是菜市场的灵魂 各位猜猜看我们的师傅 在这边做橙卷皮 一年365天他休息几天 没有休息 真的吗 年初一 有人说年初一 还有没有其他更多天一点的 已经祖传三代的公平号 目前由王志迁夫妇一起经营 非常敬仰我们的师傅 他其实给我很多人生的道理的启发 他跟我分享说一年365天 他只休息一天 就是刚刚大哥讲的 大年初一 为什么他只休大年初一 各位我们刚刚讲 后面有很多的花生卷冰淇淋 有很多的春卷 润饼 蛋饼 有没有 好 月亮虾饼 如果今天春卷皮休息了 后面这些小吃店 餐厅 是不是也要跟着休息 因为原料没有人提供 从日治时代经营至今 公平号的主打商品一直是纯卷皮 在方子为眼中 在炉前占了近一甲子岁月的王志迁 完全可以为市井达人代言 一定要在金字塔底端做这个基层的事情 这个根基 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讲 为什么我们持续想带大家逛市场 是透过带大家来认识 所以市场有很多卧虎长龙之外 很多在社会付出的 默默地做了至少也百年了吧 四百五百公寇的这个 这个东西是从他的阿公传来的 传家之宝 目前就是用这个来秤说是半斤 打招呼之后 这是谁 我们会介绍他 那也让客人去认识他 他厉害的地方是哪里 那你可以支持他什么东西等等的 那当然这样良性的互动 探家也会觉得 我们带来的其实这些客人 或是学生或外国人 也是会跟他分享一些 我们各位给师傅掌声一下 好吗 谢谢 他在挑帽子 走咯 大学毕业后 对农业执迷的方子维 除了去澳洲打工 也到日本农村建学 2016年回到宜兰务农 而他的导览生涯 也是从农村开始 刚刚讲大条件 这一块就是大条件 返向回来 纯粹靠务农为生 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除非家里有很大的土地 我们回来之后还要学一些 例如说至少要当网红 那在网路上要学习 怎么样 用网路去宣传自己的好农业有趣的故事 其实这个广场里面不止一个 它其实有十几个比较高的地方 然后 一开始父母其实担心我们 因为他看不到我们在农村做什么 所以我们反过来 我们直接带人到市场去找父母 然后让他看得到 其实都有人来找我们 嗨 拜拜 有见 拜拜 拜拜 这个其实是我们村子的守护神 实感当有听过 我们这样的过程之中 我们分享的 把这些尝试跟大家分享之后 其实大家会觉得有趣 升过来我们就有机会去做导览 来 各位又来了 有看过菠菜开花吗 慢慢累积下来之后 也有外国人找我们 去带深度的市场旅行 跟农村的生活的学习 在这过程之中 我们有事情做 我们有导览的费种 父母开始变成是一种助力 因为一般那种花就是 可能在它长大之前 就已经被采收了 所以你真的要看到很多 出差的话 其实是不容易的 希望在地人导览的时候 也会想跟在地的一些人 互动的时候 那透过这过程中 他们都变我们很棒的 互动的一个老师 方子为返乡务农后 除了务农本业 还要带团导览餐市场 与农村 而这一天的农村之旅 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要在他的菜园执行 这一块小菜园 我想请大家帮我个忙 就是简单做一点除草 我跟你说 你现在只要找种叶子 这个叫做仙风草 你就试着把仙风草除掉 那你可以连根以上的地方 砍掉就好 然后你小心芹菜 因为这里有芹菜 像外国人介绍自己在地文化 像长辈介绍年轻人在做什么 甚至把长辈的经验 再告诉我们的孩子 我们在中间做了很多 这样串联的角色 对对对 然后左右摇一摇 撞到后面 左右摇一摇 左右摇一摇 松土就往上拉就好 蛮轻松的 其实没有问题 其实没有问题 结束了 这个村子叫环瓜 环瓜禅 那环瓜 过去是买卖交易 翻译通译的这个角色 对所以我们就自诩 其实我们回到这农村 我们自己也是这个环瓜 翻译的这个角色 跟都市人介绍农村 那跟外国人讲自己的在地故事 跟长辈告诉自己的年轻人在做什么 甚至把这经验再告诉小孩子 回到工作室 方子为用自己种的米做成寿司 当作旅程结束的礼物 这就是等一下各位要吃多少 然而简单的寿司背后 却是经验知识以及文化 如何重新延续的故事 菜市场是庶民文化场域 拥有丰富的人文 在年轻人的创意下 不但是门好生意 更为人与人之间 带来多彩多姿的独特交流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拍员 我是李杰玲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讲趣 一讲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